原文哲族 书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 袁崇焕 现在已经找到四个得力的助手了 这个上司 孙成忠说不敢 啊 还要派多个人给你 这个人 哈哈 来历就很奇怪的 原来是孙成忠 一手将他在盐黄殿里面摔上来的 死过翻生的人 他的大名 就叫做赵率教 他是陕西人 很早就做官了 在万力中企 已经做到参将那么厉害了 但讲起他的履历呢 平平凡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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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的战功呢 又是平平凡凡凡凡凡凡凡的 支力呢 又是平平凡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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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實是一個平平泛泛,泡泡通通的將軍, 後來還犯了大錯,被人設職,趕出軍隊, 又是靠那個楊皓幫忙,他打敗仗,死了將領, 到處找人找不到,又被拘捕趙率教, 又來到寶嫂,還封了一個副總兵給他, 他做了袁應泰的手下,協助袁應泰,鎮守療養, 誰知他真的沒什麼運氣,剛剛做副總兵而已, 袁應泰就打敗仗,吊頸身亡,趙率教就算了, 幸好,拼命地打敗仗,被他打敗仗,撿回一條命, 後來又派他鎮守廣寧, 怎知廣寧又失守,紫碎黃化貞就逃跑, 紫碎都跑了,我當然不撿輸了,趙率教就跟著撿佬, 後來黃在津來接任遼東的領導,趙率教就去求見黃在津, 主動提出一個要求,我希望能夠給一個機會, 我帶罪立功,帶領人馬去修復室地, 那位黃大人聽到他這樣說,有點火滾,你跟我開玩笑, 你去修復室地?哪些叫室地? 現在,明朝手上只掌握著山海慣, 整個遼東都是室地,你提出來要修復室地, 那你說修復哪裡才行? 黃在津在望真面前,這個趙率教,唉呀,趙率教啊, 是個十分有名的人物來的嘛,幾年之內換了十幾個地方, 去到哪兒就衰到哪兒,去到哪兒就扔到哪兒, 誰都怕他了,所以他早就已經成為明君的反面典型人物, 逃跑將軍,上敗將軍嘛,現在你居然這麼厚面皮, 主動提出來要修復室地,去打敵人嘛, 黃在津呢,不過修養好些,隨口說了一句, 現在整個遼東都是室地,那你想去打哪兒啊? 趙率教就十分乾脆,我想去打前團, 前團就是寧院附近,以前是明朝,一個重要據點來的, 黃在津聽到他說要打前團啊,你都幾大膽啊, 隨口又問了一句啊,喂,好,你的想法都好, 不過,我手上無兵可調啊,趙率教的回答呢, 更加出乎黃大人意料,他說,哎,無需大人派兵,我自己找人去, 黃大人的心,你自己找兵馬去打? 啊,現在我就遼東經略,我手下都無兵無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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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裡去調兵啊? 啊,難道你有私人武裝啊?啊? 啊,這麼駕駛,你自己找兵去? 黃大人有點好奇了,就問了他,喂,你現在手下有幾多人啊? 三十八個,蛤?黃大人這會真的火滾了,豈有此理啊? 現在什麼時候人家斗膽跟我來開玩笑? 三十八個人,撕牙喇都不夠啊,去跟奴爾哈赤硬碰硬啊, 多少出名的將領啊,專打硬仗啊, 聽說對手是奴爾哈赤都混路走啊,不敢跟他碰啊, 你這個長敗將軍,你居然帶三十八個人去同奴爾哈赤硬碰去送死啊 一時火起,黃大人就說了一句,不要啊,好啊,你自己去吧 實在呢,這句話的含意就好了,好啊,你去送死啊 那這個趙率教呢,就真的帶領三十八人出發了,所有的人呢,都認為,哦 趙率教這回呢,當然是發神經的了,因為長期打敗獎,輸到沒有了面子 所以呢,這回呢,唉,要挽回明星,以死殉國呢? 那,這算難得,難得,難得 趙率教,就在眾人一片懷疑 以及機笑聲中,帶著三十八個家丁出發了 怎料去到半路,就知道前面有敵人嘛 趙率教就馬上走,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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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前進了,另外找地方落腳呢 就帶著人馬,去到中前鎖的地方,停下來 黃在俊一聽到這個消息啊,就說了口笑 哈哈,我也說的啦,看死你這份人啊 哎,講得禁口響去打仗,不是說我看死你啦,哎,你這些腳底查油的人 走都走不及的了,去打仗修復失地笑話啦 誰知道,過了幾個月之後,孫成忠來到這個偏僻的地區中前鎖來到視察 孫成忠當場大聲一驚啊,啊,原來十分偏僻的 這個小地方,以前荒謬到連人影都沒有屋,沒有一間的 居然現在建設了一排一排新屋,周圍一大片新開狠的農田 還有大批精神奕奕,手持武器的人在這裡把手啊 更加令孫成忠吃驚的 他一打聽了,原來最初來這裡的只有三十八個人 三十八個人?他立刻就叫我找趙率教來 趙率教來到孫成忠問他,喂,你現在到底有多少人嗎? 有六萬幾住戶,有萬幾個士兵 有三十八個人,幾個月就發展到有六萬幾戶居民,萬幾士兵 合起來七萬人的城鎮,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孫成忠就再問一句,喂,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做趙率教,趙率教 孫成忠就記住這個名字 他十分激動,讓他自己坐來的馬車送給趙率教 他自己騎馬回京城 其實啊,這個趙率教呢 雖然歷史上有很多污點,打過很多敗仗 又是林鎮脫途的將軍 但是,這個人還是有羞恥之心的 他知道自己是錯了 所謂知此近乎勇 這一次,他下狠心收復失地,來洗脫自己的罪過 現在,直至做出成績 又被當代的強人內閣大學士,孫成忠體忠 看來,他可以大展鴻圖 誰知正在這個時候,兵部派人來帶他回京城 因為啊,有人告發他 當年,他在遼陽當副總兵啊 即是副司令,掌握中軍 一開仗,他就臨陣脫途啊 結果,全線繪敗,損失慘重 趙率教確確實實應該負責啊 這回呢,就大難臨頭啊 死定的了 不用審都抓去斬頭了 但是孫成忠一聽到這個消息 什麼?那個趙率教? 這個人不能斬 孫成忠即刻就去找兵部尚書了 孫成忠是東國大學士內閣國員一品大官來的 兵部尚書當然要給免他了 孫成忠一提出來 尚書就即刻免他死罪,刀下留日 是,後面想得了嗎?不要嘛,乾脆放他就走 於是孫成忠就救了趙率教 其實,孫成忠不是大法慈悲救人的 主要是因為他一眼就看透 趙率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人才 免他一死,他可以發揮很大作用 趙成忠確實沒有看錯 不用多久,一場大戰就充分展示了趙率教的天才 趙率教現在就成為 袁崇滿第五位德力助手 在天啟元年的時候開始 孫成忠到遼東視察的時候 他手上只是拿著山海關 和附近的那麼多地方 到天啟五年,孫成忠 除了鞏固山海關陣地 由修復了寧遠 以及周邊幾百里土地 修復了寧遠之後 孫成忠決定再進一步 要修復另一座城鎮 錦州 孫成忠知道 錦州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地方 但是奴爾哈赤也不是這樣看法 他也認為 錦州這些偏僻 又窮又小的地方 我派軍去駐守 連糧食也要自己帶去 派少些守不住 派多些更吃力不討好 算了算了,我不要了 就是這樣 孫成忠不費趣悔之力 攻下錦州 事實證明 孫成忠攻破錦州之後 奴爾哈赤的悲慘命運 就已經主定了 因為這樣一來 孫成忠就完成了他一生最偉大的傑作 建設了一條關寧防線 所謂關寧防線 就是由山海關到寧遠 現在再到錦州 這個這樣的防禦體系 這條防線全長四百多里 深入後軍的福地 明軍完善都建築了 建固的堡壘和據點 十分建固的 歷史就告訴我們 再建固的防線 總有被攻破那天 不過 歷史也告訴我們 凡事都有例外 這條關寧防線 就是個例外 怎麼例外呢 一直都明朝滅亡 關寧防線都未曾失守 到那時候都打不入 明朝滅亡了十幾年 後今用炮弓也好 用火藥來炸也好 用磋頭來掘也好 用牙來咬也好 都沒有辦法攻破 最後 奴爾哈赤連自己的老命 都送給這條防線 這條防線 這個防禦體系 是一種科學的最高智慧 又是一條令敵人絕望的防禦體系 因為 它基本沒有什麼弱點和缺陷 錦州 在遼東的重鎮 自古都是入關要道 地勢險要 它的地形很特別 一面靠著大海 三面靠著大山 對於武海軍的後今來說 你要攻破錦州 簡直是一場惡夢 只要我保證海運暢通 三面大山 你想爬過來都幾難 你不要說打過來 偏偏 你從北面 就是從東三省那邊 你要去打北京 一定要攻破山海關 但是要打山海軍 唯一道路 你一定要攻破寧遠 但是 你要攻破寧遠 你一定要穿過錦州 沒有另一條路可以走的 唯一通道 說錦州 就攻入寧遠 有些人又爭吵 當然的嗎 那不是運路走的嗎 運路啊 喂 三百多年前 你以為有飛機的嗎 一運路就要繞一個大框 多走幾百里路 那你只有幾萬騎兵 運軟幾百里路 那你走的話 都是山路啊 你就是拿來講 是不是 沿途又沒有人煙的 那你找一口吃都難的嘛 說得那麼容易運路 那你不如運路運到來 廣東這邊 一直繞上去 這些拿來講笑的 就是說 你沒有其他辦法的 只有 硬碰硬 在錦州村過來 還有一件事 你奴以哈赤呢 是騎兵嘛 那我就算你呀 嘿呀 突破了 攻入山海關 大肆搶劫 發大財 滿載而歸 喂喂喂 明朝天下這麼大 你幾萬人想佔領他 沒有可能的嘛 你搶到夠了 你不一定要將你搶到的東西 運回去你本土 好啊 你要運回去 一定要經過這幾個地方 寧願 錦州嘛 那時候 如果明軍又兜督將軍 截著這條退路 那你就無路可走的嘛 除了這裏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翻翻扯 只有在這裏呢 就被人關門打狗 聽書頂了 所以 這個地方啊 錦州啊 實在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來的 啊 三國的時候啊 曹操又不是很怕劉備和孫乾的嘛 但是他十分避忌 馬騰和馬超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隻馬在他的背後嘛 所以呢 佔領錦州這部棋啊 確確實實是孫城中一個偉大的貢獻 現在 他手上掌握著這條 不可攻破的防線 又有一支 精銳無比的軍隊 一批迎陣優秀能精善戰的將領 但是呢 奴爾哈赤呢 對這一切都似乎 毫不在意嘛 事實上呢 奴爾哈赤 現在都未曾搞清楚 孫城中到底是個什麼人啊 手下到底有些什麼課息 不過 等到奴爾哈赤搞清楚之後 哎呀 已經遲了 陪之以慢啊 哦 孫城中 怎樣教訓 收拾奴爾哈赤的呢 欲知厚師如何 請到下回分解了